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头说到了老人 咱们今天可以说说小孩 这个小孩最近出了事了 就是奸杀案在昌平新东方 那么一个教室里 一个同学17岁的男生 强奸了一个同班的16岁的女生 完了就把这女的给掐死了 我看审判的时候判了个无期徒刑 判无期徒刑 然后这个女孩的妈妈就是说 那我的心情我就觉得她得死 但是这个法律已经判到顶了 就是因为叫所谓就是未成年人 所以就是无期徒刑 对 这个很理解那个妈妈的说法 就是她说我尊重法律的判决 我心里边是让她死 就是说我情感上我是认为死有余辜的 但是你法律的判决呢 她也理解 因为她毕竟已经顶格判了 你就她这就跟说老人到了一定的年龄 你不能判那么狠之外 就是未成年人到了小于一定的年龄 你也不能直接把一个小孩逮着毙了 我觉得这一点也不行 实际上也不行 这个我们等会儿可以讨论讨论实际上 各自讨论讨论 对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未成年人保护法 实际上在很多起 比如说这个少年期 就是最近言庆二中那个事情 你看这个最后公安局处理这七个孩子 事实上就是没有一个孩子被处理 言庆二中的什么事情 言庆二中不是有一个残疾的孩子 被逼着在厕所里面吃屎吗 对 最后这些校园霸凌他的孩子 对这个判决结果等于是没判 我对那个结果是强烈反对 强烈反对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未成年人保护法 但是这几年就不断地有专家 也开始提出来说 我们未成年人保护法 是保护了未成年人 可是你有更该被保护的未成年人 这帮未成年人 把那个孩子给欺负成什么样了 所以有人说 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 叫未成年人渣保护法 真的 我看过有那个案例 你想今天的这个孩子 你也不要以为他发育挺早的 那是 13岁的男孩 强奸14岁的女生 甚至有13岁的几个男孩 强奸17 8岁的一个女的 然后最后抓到之后 对 无罪 对吗 14岁以下 无罪 可是后来就有人说 说这几个孩子 他是诚心的 他知道他就是14岁以下 没事吗 对 所以才能这么 叫小 叫现在有个词 过去叫熊孩子 现在叫小恶魔 对 小恶魔是权力的游戏里边的一个主持人 小猪如 身形比较小 我一直相信有一些儿童天才是存在的 这个天才其实也包括作恶的天才 我不知道 我记得之前是不是聊过一期新闻 就是有一个班里边的副班长 他有权利是检查作业 他以他检查作业的权利 他训使他全班的同学对他臣服 而且谁不给他钱 让谁吃屎喝尿 所有人都听他的 连老师也不干涉 他去 他每星期都要收保护费 这些孩子几年的时间里边 每天早上都在想着怎么给他交钱 而他对他们又进行这个人格上的这种羞辱 而这个孩子才十岁左右 就是他已经符合了很多的统治人的一些定律 我看着很可怕 我看着是一个报纸 是华西都市报道 是一个重点的一个报道 说这个未成年的孩子 已经把他们班里边的训称了 已经失去了人格和抵抗力 他是一个天然的独裁者 实际上有一个很著名的极权主义实验 叫浪潮 因为前几年德国有个电影叫浪潮 我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 我上社会学的课程 所以我专门去编译过浪潮的原型 我翻译过来就觉得非常可怕 它是发生在美国 是在那个叫Palo Alto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哪呢 就是苹果公司总部所在地 几乎可以说是全人类文明程度最高的一个地方 六七十年代 一个老师就带着这帮学生做实验 做实验就是那个叫什么 叫第三种浪潮 结果发现确确实实只用了一两个星期的时间 这一帮孩子全部成了这个红尾病 全部就是武装起来 然后开始成了一个非常极权主义的一个实体 你想那是在美国 然后最终当老师这个揭晓这个课程的底的时候说 你看我们都陷进极权主义去了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极权主义离大家没那么远 说所有孩子极度失望的走了 然后十几年没有人敢提这个事情 结果呢就是这帮海 当年这帮孩子现在老了嘛 他们重新想起这个事来 建了一个网站 纪念这个第三次浪潮这个事情 而且上面这个网站一打开就是一句话 永远要小心 你who you follow 就是你去跟随谁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们能把你领哪去 这个副班长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你说这个所谓人身衣服关系 这个事啊就是人性里边很黑的一个部分 就是你就刚才咱们说的尖杀的这个昌平的这个 我这得到一些个报道 当然这个报道没有经过法庭确认 大概是相关人或者同学的家长 有人就讲 就说这个判了无期徒刑的 这个17岁的孩子姓王的 说这个男孩子呢 就说在这个班里呢 好像也有点这个 比如说有个L女生 这个L女生啊 完全臣服于他 就这L女生啊 就是怎么把这个被奸杀的这个女孩 这个被奸杀的女孩 这个长得挺好看 然后呢 你看这个男孩子 这个男孩子 竟在法庭上都不承认他是强奸 他说是这个女孩 自由跟他发生的性关系 然后呢 这女孩又后悔了 所以呢 要告老师 所以他才弄死他 对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后来人们看这个手机电话呢 有这个通话记录嘛 就说可能啊 涉嫌吧 就是这个L这个女生啊 可能他帮这个姓王的这个男孩 招这个女生过来 所以你说 假如这个情节 我不敢说是真的啊 但是类似案件当中啊 就像你刚才说的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种 就说孩子当中有的这个小霸王啊 他会有一些同学啊 就是他的奴 对 对吧 就是说完全臣服于他 甚至于别别 这个这个女生啊 就是完全崇拜这个男生 但是崇拜到了一种什么啊 你这男生看上哪个女生了 我给你找去 你 这是一种什么情况 你别说未成年人 成年人我们还看过多少这样的报道 就是在当这个老婆怀孕的时候 他出去帮这 帮这老公 费龙江的那么一个案子吗 就是什么 有的是找 帮老公找嫖娼对象 有的是直接帮老公骗未成年少女 这都是成年人的事件 有的女人为了把她留在身边 把自己的什么孩子啊 什么都给献出去这种 就是 这确实人性里边特别恶 特别黑的那一个面 就是 我有时候小时候会比较敏感 会看我们班里面一些学生 你会看到有些比较强悍的 性格比较强悍的 当然我也惹不起 我就在旁边看着 他在 他在他前面走着 他后边永远有一个孩子 跟着 是垂着手跟他后边的 他前面背着手 然后 这是又骂又恐吓的 那个人就极度的就是紧张 害怕跟着他后边 就怕犯任何错误 一直到很多年以后 同学再见的时候 他俩的模式还是那个模式 人家在别的地方已经都很棒了 就是说表现得还不错的时候 俩人一见面又怂了 那个底气又不行 就是人格的折辱 和被消磨摧残之后 他很难再重新建立 他有时候会形成一个模式 而且我会研究 那个后面那个人 他在他的家庭生活中 他会被他的父母 经常的会有这种 这种对待方式 所以人类社会 他不强悍 这不坚强 人类社会的这个霸凌很有意思的 一个眼神就可能是霸凌的 怎么说 那我这个一个眼神 你那个人就能感觉得到的 你不用说那样了 我们这一个访谈节目 主持人老把脸转向谁 这都是一种观点霸凌 当然枪枪没有 谁脸大就只能看谁 看来 梁阳何佳进 手的面积比较大 帅帅帅 他说这人心 我觉得格子小时候 要么打过人 要么被人打过 我是这样的 因为我也有这种经历的 我是在学校里的校园霸凌不多 但我被老师霸凌过 怎么霸凌 我在这个 眼神就够了 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 我不知道 那个幼儿园老师 跟我爸有过节 大冬天的 一条冷水泼到我身上去 没有理由的 没有理由的 把我叫到办公室 一条冷水泼到身上去 这个老师还真这么提罚 然后就是幼儿园 但是我回家不敢说 所以我到现在印象 特别深的一点 就是我那天穿的是 一条蓝色的秋裤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记得 我看着那个水 一滴一滴一滴地往下滴 你一定要打过来 这是心理阴影 这个心理阴影 大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我到现在 我还不太敢去幼儿园 而且我到现在 我其实觉得 就我这些才华来说吧 我完全可以出口成章 但是我到现在 我经常觉得 我说话磕磕绊绊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有两三年的时间 在学校里 是不太敢说话的 那你下次来做节目 我在这放盆凉水 你可能就怂了 我就怂了 你们今天倒的 就是一个凉水 我今儿说的就不太溜 对对对 还真是 这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凉水 为什么 创伤 这就是他得的 就是那个美军 越战那个创伤 我到现在的的确确 我的心里 还是有复仇心 他一提眼神 我就有感应了 因为我们那个 我小时候 我们那个市里边的混子 最牛的人 眼神一定是最犀利的 对 他就是站在那的时候 看着你 你心里面从头凉到脚 凉了就 你失去了任何的抵抗力 会发麻 这个手一直会发麻的 他不需要任何暴力 他就看着你 你就完了 所以你知道东北话里面 那句著名的你瞅啥 瞅你打批 真的就是这个意思 后来我就欺负更弱小的 就是比如我眼神 我就练眼神 我有时候忘了拿学生证 进学校的时候 我就揣着兜 瞪着前方往前走 检查我学生证的学生 都不敢问我要证 哎呦 我当然心里 是一种适合我攀割人 很话不多的感觉 我有一种愧疚 但是又有一种 我也可以用眼神 那种感觉 这是内心里面的 我们初中在农村中学上 见过特别多这种例子 就是路上两个小孩 我这么看了你一眼 你一棒的把我就扛翻了 我这是没有理 我这个是认的 不是说你凭空打我的 当年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就是西安特别多 这种打架的 就是那真是大街上 你的你看他一眼 看他一眼就打起来了 对 你知道吗 对对 所以说这何家进的眼神 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咱们七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采夫你刚才问 你还没答案呢 就是说你小时候 是属于打人的 还是属于被打的 被打的 就是打的比较少 就是我被人打的次数比较少 比如会有一些比较轻微的 比如我在三楼 我们一年级的初一的同学 刻瓜子 刻到了二楼 二楼是初二的 上来之后谁刻的 大家都不吭声 我说我 就给我来一下 还有一次下晚自习 那时候初二了已经 前面有几个初三的孩子 穿着黑西装抄着兜 我们四个在后边走着 就走着人不太多的地方 那几个人就蹲下了 说过来 我说过来 我说干嘛 你们几个看着挺牛逼 但是我们河南话不叫牛逼 我们叫看着拐姓 不是 我没姓 我没姓 然后其中两个看着 我们这四个人说 你们俩先走 然后我们四个人先给我们拆开 你们俩先走 剩下我们两个哥们 一人给了一个耳光 说走吧 我们就走了 真的 你说 这无音 就是假如要没有任何教化的话 你把一群小孩搁一块 是不是就他们会像动物一样的自组织 所以说有些人是天生的主子 有些人是天生的狗腿子 那不一定天生 他有一个转折点 你比如说这个转折点 有可能就是你在被第一次欺负的时候 你反抗成功了 或者说你反抗没成功 这个是很关键的 你这么一说 我就想起小时候我们班里 就有一个 就是狗腿子 他也有狗腿子的习惯 到最后有了狗腿子的机灵劲 甚至是让人有了狗腿子的某种幽默 这就让我感觉到 你看中国人的很多幽默 跟西方文化不太一样 西方文化 我老说 它是那种梗着脖子的幽默 它是那样 中国的很多幽默 它是一种叫 唾面自干 就自低自贱 咱们你想 自黑式的 对 自黑式的 我们小品都是演自己是残戏人 对 你看 所以我就想起我小时候班里有同学 我觉得这同学反应真快 全班同学都逗乐了 你知道吗 他就是这种狗腿子的人格 都跟着一个大个的 结果你比如说 老师说你们自习 老师出去一下 你们自习 然后班里的小霸王就 好 出去玩去 好 出去 然后这狗腿子 蹬蹬蹬跟着也出去 然后他刚走到门口的时候 老师进来了 老师说 回来 然后你这狗腿子的反应是 回来 我印象很深 你看这狗腿子 它这两边主子 这其实慢慢长大了 也是形成一种人格 对 刚才你说的 那个一群小孩里边 能不能产生这种分化 正好是说了一本 英国小说家写的小说叫 鹰王 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写的 苍蝇王 这叫鹰王 对 苍蝇的鹰王 它就是 这个是 是人类发生了灾难 一个飞机把一群孩子 给送到了一个 无人荒岛上 这个有 其中分成了两派 有 好的一派代表文明 是金色头发的小孩领着的 另外一个是 就是杀野猪 代表着野蛮一点的 野蛮那一边 就是用杀人 用恐吓或者杀野猪 然后围剿这帮文明的 就是他这个人类 他这个孩子里边 分野就出了两个首领 一个好首领 一个坏首领 这个坏首领是 任意惩罚他的手下 然后让他们之间 就互相害怕 他就依靠虐待这个阵营的人 来获得领袖地位 而且这些人 这些小孩子 会分成领袖 军师 受虐者 这个受虐者 就是外话叫 叫什么 大概叫猪仔 是个胖子 戴眼镜 但是很有智慧 最后他被这帮孩子 给弄死了 哎呦 这个好首领孩子 被一群坏孩子 像围猎一个野猪一样 一直围猎在海边 最后大人来救他了 这个 就这个故事就是 这个作家是 依靠他观察二战 就是人类自向残杀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规律 写出了孩子之间发生的事 就是得了这种 我看的时候 真的很慎的 那种感觉 我记得之前 那个中光村二小 那个事情 就是也 你想中光村二小 在北京多好的小学 所以中光村二小 那个事情 对我造成 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 什么事 中光村二小的校长 贪污1.6亿 这个我记得比较准 就是有一个孩子 在那个厕所里面被扣了水盆子 那个垃圾框是有那个的嘛 然后结果那个家长不干了 闹大了嘛 那就是这个 那妈妈很厉害 写了一个这个微信十万家的文章 引起了很很很广泛的关注 那个事之后 因为我当时写了一篇评论 那后来没发 但是为了写那篇评论 我在我周围做了一个调查 我非常非常意外的发现 我调查过的所有人 都受到过校园欺凌 就到了这个程度 这是一个小样本 那然后中光村二小 为什么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呢 因为它是北京最好的小学之一 如果中光村二小 可以发生这种家长 那种精英家长都需要 就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你可想而知 比如我们贵州 我们的四川偏远地区的那些孩子 他们天天受的什么欺凌 对吧 这个事给我很大的一个触动 所以从那之后 我就开始多多少少留意一下 国内外的关于校园欺凌的一些论文 一些文章 发现是这个 好像在全世界范围之内 也是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孩子 是受过校园欺凌的 是这么一个比例 那就是说看来这是一种人类的 一种命运 就是人类的命运 就小时候这种事很难避免 最典型的就是日本 日本其实这么多年 爆出过特别多的校园欺凌 是个事件 那为什么日本会爆出来 是因为日本对孩子保护的特别好 所以只要发生 大概就能爆出来 我们中国是 我们不知道发生了多少 有多少人 因为李梅锦老师那天来说了一个观点特别好 他说你要看这个人 零到六岁的成长经历 六到十二岁的成长经历 你大概就可以判断他比如说他作案动机啊什么的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你像格子啊还真是有点美国人的劲儿 那天跟我说他那个邻居他听见打小孩的声音 报警 他就很报警啊 对 不错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校园欺凌啊 就是跟不同的大人文化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我们现在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调查 如果你的孩子被打了你应该怎么办 你要做这个调查的话 越来越多的父母说我要孩子增强肌肉练拳 他现在要打回去 打回去 因为我不能够时刻关照到他 但是呢因为我女儿在英国上学的时候 他会上一些课和一些培训 我都说培训什么呢 比如说如何这个防范被大人进行性骚扰 就是他们会上课演示你在一个公交车上 你坐在这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大人坐在你旁边 他开始摸你 你应该是怎么尖叫 先说sorry 然后尖叫 然后求助 是个模式 每个小孩子要上来演 另外呢 埃丁堡就是苏格兰政府会派这个政府人员过来给大家交 推广他的一个热线电话 说孩子们不管碰到什么事 不管你的父母怎么着你了 还是任何陌生人 或者你心烦了 你都要打我这个电话 叔叔一定会在那边帮你的 但其实也正是在英国 这个当你进行精英教育的时候 你发现他对校园欺凌的态度就更有意思了 有一句话叫做说是滑铁炉战争的胜利是在这个一顿工学的操场上决定的 你看他这个话其实背后隐藏的是我们如何去鼓励你去应对校园欺凌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自己你得强硬起来你得打回去 但是这个话不能够就适应于所有的教育 你比如说言轻二中这个孩子 他身体是残疾的 他要一个残疾人 你鼓励他去打回去 你鼓励他去强硬起来 我觉得这是不行的 必须要保护弱者 就是保护 就像你说这英国这个方法 这算比较到位的 其实我就觉得就是说 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处于那种处境下 就是说完全没有依靠 就是因为当你打打不过别人的时候 如果你在你被封闭在了一个一个圈子里 这个没有人能救你 求助无门 我跟你说最后可能会屈服于权力 就屈服于暴力 他可能会屈服于这个霸王 最后就形成咱们讲的那种奴性 好该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的 好格子接着说 没有就是 其实我们有一个词 我觉得一直被全社会给滥用了 叫做顾全大局 这个我为什么说 单挑这个词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央政府 去说这个词的时候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社会发展确实千头万须 就是得顾全大局 很多时候对吧 经常碰到校园70发生的时候 那个学校或者教委出来 那个顾全大局 那个词让我觉得很恶心 你最大的大局 就是你每一个孩子健康的成长 你这个为了所谓的学校的声誉 当时中关村二小 那个事给我印象特别深 他们微信 这个公众号上发出一篇帖子来 然后底下放出来留言 全部都是中关村二小的毕业生 在那维护母校 维护母校 维护了半天 我当时特别想去发篇文章 质疑这帮毕业生 你们爱的到底是母校 还是母校这个管理机构 真是我觉得这也挺纳闷的 有些人真的是 集体超过了 对这个人的最基本权利的伤害 是啊 就是我们这种受过欺凌的人 实际上是有一种感受的 就是你看他其实才泼了一盆水 已经形成了这么大的阴影 那肯定不只是一盆水 对 这是举个例子 比如有人被打了一顿 或者有人长期受到了一种羞辱 或者说遭到了猛烈的伤害 如果没有得到公正的 这个这叫什么对待和及时的救助 这个孩子可能一生的路途就毁了 或者他走到别的路上去了 或者说这个孩子的精神 在某一部分被摧残掉了 就是接触的人里边 是往往会有这样的人 小时候受到了某一种伤害的时候 他一生中的伤口会越来越深 越来越大 他有可能会反社会 他有可能会自己自我崩溃 或者说这个人再没法具有一个健全的人格 其实我觉得比肉体伤害 有时候更狠 更伤 所以这一块的救助是一定要做的 你看就是我就说 不能让人无依无靠 求助无闻 这个里边也有很深的心理学 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看为什么你们这个学校 出了这个霸凌的事传出去 但是很多学校里的学生 他这个集体荣誉感 说我们学校没这事 到处给自己学校好像恢复名誉怎么着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他也是在依靠一个集体 他心里上 他靠这个 他也靠这个 所以你知道我在网上看见一句话 就说的也挺有意思 就说你们学校出这霸凌事件 你们还这么 就是说你得有多脆弱 你得有多不自信 你的集体荣誉感才这么强烈 所以 就是你 你这话说的有点意思 有意思的 所以这个有时候比如说清华他会也会出负面新闻吗 我就非常反对那些 就是根本不顾是非黑白去维护学校的 我说你们这辈子可能巅峰就是你们上过清华 而我不 我不希望我是这样的 我觉得 我觉得自己的母校也该被批评 也该被放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去评价 我当然爱母校了 有一句话就是洗脑了很多人 说所谓母校就是那个你每天要骂上很多遍 但是别人永远不能骂一句的地方 这是一句非常腐朽又落后 而且是被人有意洗脑过的一个逻辑 对 就是我们说你不能批评我的学校 跟你不能批评我生活的这个地方 你不能批评什么东西 这个逻辑是完全一致的 你再批评说 你在遭受某种对待的时候 那你其实又是这种逻辑 这挺悲剧的 实际上 就是所以我就觉得那有的弱者在他这个求告无门的时候 你知道他连集体都依赖不上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不但容易屈服于这个这个霸王 甚至呢 有可能转成某种人身衣服关系 我就说这个人性当中有这种优微的地方 甚至于这个人 我见到的今天的很多成年人 我敢说他们对于权力的那种迷恋 跟他们小的时候 其实受过的这种欺凌有关系 我听过很多这个故事 他要么一辈子懦弱 他要么就猖狂的过分 对 他小时候被那么欺压 他崇拜权力 所以我后来去看一些心理学的论文 说这个校园欺凌应该如何处理的时候 一个处理方法就是说 他应该让这个学生感受到很多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 这个支持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 他自己的心理要强 所以我后来去想想 我这个被老师泼冷水 这两三年的对待的经历 你看 这个经历的时候 对 我想到这个经历 就是怎么走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是很感激我自己 其实心理方面是很强悍的 我是能够去把它克服掉 而且我能够意识到说它是错的 而我是对的 你怎么克服的有招吗 没什么招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是性格问题 而且对于小孩来说 对于被伤害来讲 被冤屈是更大的伤害 对 因为这个东西有很多孩子一生拒绝在这儿 就是被冤屈 被冤枉过 被冤枉过 就他凭什么那么对付 他被伤害之后再被冤枉 那是最惨的 我也发现很多成年人的那种心结呀 居然是上中学的时候 对 被全班冤枉 对 是 对他伤害很大 何嘉静就是这样的 是吗 我现在这个自我调整的还行 没臉没脸 对他 对他